我是浙江城 池州市柯城区 沟西乡渝东村的都记于晓晴 我们渝东农民画呢 就是从这个70年代的时候开始 他们就开始坚持着白天干人活 晚上拿画笔画画这么一种生活场景 我们渝东农民画呢 以前的老百姓啊 只是自娱自乐 把这幅画呢当作一种乐吃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幅画呢 作为一个我们一个整个村 包括村民的一个致富的一个途径 所以我们就下去 也会把这幅农民画呢 把这个文章筑大 培养更多的农民画家 培养更多的这种乡村人家 让他们呢 在我们农村里面 就让他有一个施展的一个平台 这个农民画在我们村里面 真真切切的普及了以后啊 这些老百姓这种精神风貌都好起来了 家家户户 都以谁画的好为荣 所以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农民画的创作队伍当中 同时呢 也提高了他们的这个经济收入 不仅是物质富有了 我们的精神呢 也更富足了 未来会把这幅农民画的附加值把它提高 然后呢 就是融入到各个行业里面 把我们这个农民画结合在一起 可以把它做成一种产业来发展 同时我们也会利用这幅农民画 开发更多的产业 开发更多的文创产品 建更大的平台去推广它 董莱